首先非常荣幸受到李岳理事长的邀请 和我们可新副会长 以及我们基金会的理事 Denis以及Denis 来共同见证联谊会的成立 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 艺术联谊会的理事会 决定将明日中华基金会 作为受益人 和联谊会的长期合作 在座有很多朋友 已经常年支持我们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 同时还有一些新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所以我在这儿花一两分钟 介绍一下我们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 我们基金会是在西亚图成立的 一个由志愿者认作的慈善组织 主要目的是资助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 自成立以来 我们已经资助了大约1600万人民币 给中国十几个省的贫困地区 我们前几年的主要资助项目 是盖教学楼宿舍楼 这几年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投入的增加 对固定资产的资助需要相对减少 所以我们方向转到一些辅助性的设备 比如说有个学校课专益很破旧 没有资金更换 我们得提供课专益 最近我们又开展了一个图书项 已经提供的图书课正在提供图书 有两万万左右 而且这几年每年我们都给五千名左右 贫困地区的学生每人提供两套效果 这个基金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所有的支援员 没有一个人从基金会拿工资 从这个基金会成立的第一天起 所坚持的宗旨就是百分之百的资金 都会拿到中国去支持贫困地区教育 而且这个资金的运用 也完全是我们基金会自己来运作的 不会捐给公职责会或者其他机构 图书项目部也举一个例子 我们跟图书的主板商订好了协议 我们只是按它标价的30%来购买这个图书 也就是说二十几块钱人民币的图书 我们七八人民币就可以拿到 保证了大家赚给我们的钱 做到最大最合理的使用 在此呢 我再一次感谢长期来支持我们的朋友 也希望新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关注 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 让我再次祝贺 伊术联会的成立 也祝我们合作能够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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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